! !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煌洋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 是新年比起整理 更應該先斷捨離 就快要跨年新年了 上一支影片我發了一個 幾點房間的room tour 很多人都說看了很有動力 想要開始整理房間 但其實比起整理收納 更多的人其實應該先進行斷捨離 捨ти不必要的非物 丟掉你根本就不在乎的东西 整理收纳才不会只是一直轮回 再重复排列一些废物而已 今天呢就跟你们分享50个 我认为可以立刻丢掉的东西 当然丢掉这个词你可以自己替换成 捐赠回收或是二手拍卖等等 请把这些你认为还可以再利用的东西 做最好的处理 下方资讯栏都有详细的描述跟说明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超过一年都不穿的衣服 都已经一整年了 四季都已经轮转过一次了 除了出国才会碰上的特殊气候 不然你实在不需要留着你不穿的衣服 第二个有褪色泛黄你也懒得处理的衣服 衬衫上有泛黄衣服上面有发霉的 你既然都不想处理也懒得去漂白 那它对待衣柜的意义是什么呢 立刻去漂白处理不然就丢了吧 第三个破洞或是不成对的袜子 我们都懒得不对吧 而且想必你已经有很多新的正在穿的袜子了 第四个变形松了或是已经不合理的内衣裤 如果怕胸部下垂或是反正 真就是不穿了那就丢了吧 第五个过期或是根本不用的化妆品 化妆牌那一支口红到底几个月还是几年没有擦了 还有某一罐粉底液是不是已经快要过期了 下次记得别买太多年的用户啊 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期 第六个不用的或是不会用的美妆刷具 可以想一想精致的妆容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这一支刷具画出来 第七个就是不会用的化妆品或保养品的试用包 明明说是出国要带去用 但是又很怕用的那些没有用过的保养品 肤质会不稳定 平常在家里放着也是从来都不会想到要用 要嘛就今天就用药 要嘛就直接丢掉吧 第八个不舒服或是会痛的鞋子 再漂亮再扯美的鞋子 只要痛过被磨过 甚至真的就不想再穿了 它会伤害你也就不要再觉得可惜了 第九个超过一年都不穿的鞋子 所以又过了一年是不是真的不会再穿到了呢 除非你有很确定有一个什么一定会发生的场合 你必须要穿到它 不然放越久只是越不想穿而已 第十个发霉或是状况一定不太好的毛巾 就丢了吧 第十一个不再喜欢的颜色或是已经干掉的指甲油 好几罐三五年前流行的颜色 或是你根本懒得擦 这种也可以不用留了 反正留了也是不会用的 第十二个生锈泛润或是褪色的饰品 你的耳针如果上面有一层绿绿的东西 立刻去处理不然就直接丢了 像我承认我自己其实后来一直都在带新的 第十三个超过一年没有带的饰品 虽然没脏没坏 可是你都没带是不是表示不喜欢了呢 第十四个根本没在喷 或是味道你其实不喜欢的香水 你都不喜欢这个味道了 就不要再逼自己把它用完吧 第十五个说明书 如果真的遇到问题需要被说明的话 应该很多人都是去YouTube或Google查 只有一个原因我认为其实可以留下来 就是除非你以后一定会二手转卖给别人 第十六个永远都不看的书 如果想看为什么还没有看呢 没有时间这样的说法 其实只是我们不太想要看而已 今天开始看不然就也处理掉吧 第十七个过去的教科书 资讯都这么爆炸了 想要看别的都来不及了 完全不用觉得可惜 因为你想要的资料网络上都有 第十八个过期不再看的考卷讲印 或是学校的通知单 除非你是考生不然像这种医生也不会去看几次 何况细看 说出来它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废纸而已 第十九个实体字典 已经有网络字典了 第十个旧杂志或是行录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关注过去的资讯了 第十一个已经三五年都不再看的漫画 除非你有什么特别值得收藏的情感 RUN网络上都有 你很难会再一本一本去翻了 第十二个旧的不再用的甚至用光的笔记本 除非你完全没有任何喜欢的笔记本可以用 RUN我们就承认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写那几本笔记本吧 其实很多笔记本在我们心目中的等地已经如同废纸了 第十三个不知道是谁写的卡片 谁都不知道甚至记忆超模糊 都已经不心动了那就丢了吧 第十四个各种你不在乎的名片 都已经不在乎就丢了 如果很在乎请存手机 第十五个你没有在用的美术用品 你没有在用和不转手卖人 第十六个没水或断水的笔 他已经没水了 第十七个不在心动的公仔 扭蛋娃娃或吊饰 他们被放在那里不被你喜欢也没有办法亮相 其实应该也很难受 第十八个古老婆就不想玩也不想碰的怀旧小物或玩具 如果你只是想要留着一些怀旧的东西 偶尔看看觉得回味起来很怀念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下网路图片就怀念就好了 第十九个DVDVCD 这些太过死了要看什么网路上都有 第十十个不知道要干嘛的礼物 算这是谁谁谁送的 可是还是要认清现在的自己 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用处 第三个其实没有什么纪念价值的纪念品 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回忆 真的不需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囤积在家 第十二个没有用的收剧或脏衫 丢吧 第三十三个没有再用不想再碰的手工艺或是劳作 如果你都不想玩再放着也只是生亏尘 然后一直期许自己有一天会再碰 正好你可以用这个机会来认清自己其实已经热情消退了 第十四个不知道在开什么东西的钥匙 就算等到你需要开锁你也不会知道是这一把钥匙 第十五个过期或是不知道是什么的药 太恐怖了不要留了 第十六个过期懒得吃或是难以下咽的保健食品 最终只会放到过期 未来丢不如现在丢 还可以多挪出一点空间放别的东西 第十七个放了很久却不吃的食物 你铁定是因为觉得很难吃不喜欢吃 所以才一直吞着可以丢掉了 第十八个过期的食物 太恐怖了不要再留了 第十九个你根本没有在用的酱料或是调味料 你的脑中并没有适合这些调味料可以用的食谱 第四十个根本不会喝的茶叶茶包 冲条包再放也不会泡吧 第四十一个根本没在看也再也不会看的食谱 最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有习惯做了好几道料理 然后你也没有时间心里再去研究新的菜色了 第四十二个不用的厨房用具 通常厨房内的任何空间都是很宝贵的 清出来吧 第四十三个坏了也懒得修了小家店 都已经坏了 现在就去修不然也丢了 因为再放它也不会变成好的 第四十四个尺寸或是造型不太适合的杯子 每天都要用的杯子还是留实用的就好了 第四十五个不用的app 删掉吧 真的要用随时再下载就好了 第四十六个再也不想看这样的email广告 就今天请劳一点花十分钟 去取消那些烦你好几个月的垃圾订阅 每次都花一点一点时间去删 不如再也不要删了 第四十七个不知道用途的电子产品或是配件 因为我们懒得去研究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产品是什么 用不到很久已经被取代 不知道也不想测试的电子产品配件电线充电线 第四十九个预测洗手台下面柜子的不明不想用物品 保持干净清爽或是净空更好 就很多家庭的这个区域都需要做一下清扫 第五十个最后一个任何会让你看到心情不好的东西 好的以上就是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五十个 你可以立刻丢掉处理掉的东西 希望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断舍里的ideas 跟你们分享Daphne Gannes的一个家具 她说we need better things not more 我们需要的是好东西不重在数量多寡 当然以上这些东西可能有部分是对你很有意义 或是留的就是有用处的 因为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需要的要留要丢的东西自然就会不一样 看完这支影片如果觉得干净满满手很痒的话 就赶快开始执行然后去迎接更干净简单的2020吧 欢迎大家在下面分享什么是你想都不用想 就可以直接丢掉的东西 还有什么是你觉得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再用到的东西 OK还有什么想要看的主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就下一集结束生活的影片再见咯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